为了要守护家乡 有一些居民就在自己的社区 推动一些行动 希望透过社区再造 让家乡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其实社区再造在日本 已经推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且也有很好的成绩 之前就有一些日本的社造专家 专程从日本来到台湾 跟居民进行一些访谈 交流 互动 也带来一些新的思维跟做法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什么是守护家乡的社区再造理念呢 一群来自日本的社造专家 到台湾进行交流访问 将日本最新的社造思维 介绍给台湾社区 守护互乡的社造思维 透过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的引入与推广 能不能带来新的观念 新的做法 成为值得关心的课题 一群来自日本的社区学者 参访煤香 喉动的风貌 在他们眼里 日本时代建立的煤矿工业遗址 景观十分亲切熟悉 感觉这个建筑跟这个桥的关系 是跟1920 它讲到1920 搭建九年盖的 那搭建九年 为什么盖这个建筑物呢 因为火车从台北通往活动而已 就配了这东西做这个设备 这些设备当时是40万日币 相当现在少4亿台币 这群专门研究社区的专家学者 都是引领日本家乡守护思潮的重要推手 受到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的邀请 前来台湾进行参访 并且交流日本最新社区再造的理念 参访团员中的巴木老师 他是一位学者 也是作家 经常以速写的方式来记录对景物的观察 打开古老的置物柜 里面放着矿工的生活用品 日本专家们在喉动煤矿博物馆里 观看矿区的古老文物 理解矿工的生活历史 在山区大雨中结束一天的户外参访 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安排日本学者 前往活动社区的活动中心 和当地进行一场交流 提供社区经营的想法 在交流会中 骗记俊秀老师以日本社区发展的阶段提出分析说明 并针对现今灾难不断发生 提出日本最新防灾社区的观念 透过一张张灾难照片 骗记俊秀老师说明 未来社区的营造不能只考虑观光发展 必须进一步思考防灾与避灾的重要 日本学者们结束长达一周的台湾各社区参访后 选在金瓜石进行围棋两天的文化资产课程 主要是希望介绍日本家乡守护的观念 提升社区营造中 居民与土地的生活意义 什么是观光呢 什么又是社区营造呢 课程的设计上 邀请日本专家演讲 透过现场翻译 以专家们实际参与的经验 将一些新的家乡守护观念 介绍给参与学员 日本古川丁一年一度的祭典 吸引国际人士前往观看 古川丁成功的社区营造经验 成为台湾社区参访的对象 当地古川丁设造的重要推动者 村板先生说明推动设造的重要精神 那其中一开始呢 就是说如何能够让年轻人 留在当地继承家业 另外一个就是 如何能够让这个上一代的人 对于当地的这个感情 跟当地的这个认同 能够传承分享给下一代 古川丁一样有着工业化后的污染问题 从早期的脏乱引发居民的反思 开始推动清理河川运动 到了现今 古川丁成为一个整洁的社区 洁净的镇水养着许多井里 社区里穿梭许多游客 每个人都来这里游玩观看 古川丁走过十多年设造 春板先生有新的想法 现在他们的一个方针已经从 希望自己的这个 传子不传贤的就是说 希望自己的孩子回来继承的这种观念 慢慢转变成营造一个 让优秀的年轻人 外来的年轻人 也希望能够移居过来的 这么一个一种地区的营造 古川丁成功的经验 让参与学员十分心动 但是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的 邱如华老师提醒 台湾也有很好的故乡社区 值得大家关注守护 当大家在崇拜这个古川丁 或在黑田木子的那两天的时候 不要忘记你们的家乡都很美丽 所以我认为守护家乡是比 社区营造更贴切 这场家乡守护的社造课程 参与的成员有许多社区团队 以及政府文化部门的人员 前来参与交流 你必须要想出三件事情 三个价值点 从这条路线上 你要看到那个价值点 你经营民宿的人 跟管社的人员 就不会有共同的观点了 各位明白吗 这条路线上 你要找出三个点 在课程上 除了专家演讲 也希望有互动学习 透过议题分组 每个人担任不同角色 在金瓜石社区的参访中 找出重要的价值与资产 我们金瓜石社区 有两种人 两种人 最终就是切婆子和白婆子 还有那些人 又跟他们分析 什么 担流担流 什么都担流担流 你知道吗 担流是我们 他做工具 做到操作 他 他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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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聚落 早期曾是台湾重要的 彩晶地区 日本人设立矿区 造就了金瓜石的繁荣 但是在彩晶事业结束之后 聚落走向没落 留下荒悔的仿舍 接续而至的观光事业 独厚一些官办的旅游景点 并没有带动社区发展 引发金瓜石当地居民的 长期不满 各位所看到的金瓜石 是台北县政府经营的黄金埔 它跟地方的关联 是非常的薄弱的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 可以信任的一个政府 来协助地方 解决更多基本的问题 透过文资课程的举办 也是希望学员 了解金瓜石的聚落特色 提供不同的观点 思考在不同的角色身份上 如何说服不同的利益团体 争取到支持的资源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聚落组 聚落组的第一小组来做简报 我们这一组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以居民为主 我们再来考虑其他的配套措施 所以我们分为短 中 长期计划 结束实地参访 活动成员以观察心得 提出不同想法 来说服别人支持 以居民的立场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首先非常希望的是 要先强调就是 这个地方的一个人文 还有一个自然的景观 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制定一个 所谓的游戏规则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拟定景观条例 就是包含自然 从法国留学回国的学员 理解欧洲守护社区的理念 在参加课程活动之后 表达他的学习心得 两天不同的课程当中来讲的话 当然我觉得日本的学者 或是说日本他们实际操作的人 来跟我们讲 我觉得经验分享是一个 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但我觉得就是这次的协办单位 就是台湾历史资源学会 他们的这个 就是他们这个活动的设计方式 也算是用心良苦 就是说让大家去做一个角色的扮演 然后就是大家去扮演居民 然后去扮演不同的利益的团体 为期两天的家乡守护课程结束 负责邀约日本专家的邱如华老师 表达活动推动的困难 更感谢这些日本友人的帮助 我们这些日本朋友都是自费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怠慢别人 说我们也有手招待 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照顾朋友 这个我相信大家心里要清楚 不要以为这个政府 撒了很多银子在我们民间团体 当台湾不断迈向开发 许多社区的文化资产 也面临破坏与消失的压力 推动守护故乡的社造工作 更成为重要的事物 在现在这种高度成长期 经济成长期之后 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越来越不想在大都市生活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更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了解自己的存在感 而这个舞台 这样的田野 应该其实就是在所谓的乡下 而不在都市 有没有办法在各自的乡下 为了这些人准备迎接他们 来自日本的社造学者 展现创造优质社区后的生活品质 以及吸引游客的旅游经济 也许提供偏重工业开发的台湾 一个不同思考的面向 尤其是观众